1983年8月7日这天 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 利用试飞的机会 驾驶一架045号歼7-21战斗机 一路从辽宁大连机场 叛逃飞至韩国汉城 17天后 他又被宝岛接到了清泉港空军基地 成为我国空军职位最高的叛徒 他叛逃至宝岛之后 受到了歌手邓丽君的慰问 和7000辆黄金的奖励 似乎他的人生来到了巅峰 可与此同时 他在内地的家里 还有年迈的老母亲 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实在是一个实打实的败类 那么孙天勤到底是谁 又为何叛逃 最终的结局又是怎样了呢 接下来就来说说 我军败类孙天勤叛逃事件 在这之前 希望各位小伙伴 能动动您的手指头 点赞加关注 给我一个支持 也方便您接收到最新的内容 孙天勤 1937年 出生于陕西凤翔的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 他自小就喜欢读书 学习知识 并且自身也聪明 一路从小学到大学 并在19岁那年 就从山西省西安师范学院毕业了 可见 天资是多么聪明的 恰巧那时期 国家发展空军力量 于是在各个大学 选拔飞行员 当时工作人员 来到了他的大学 孙天勤的优异成绩 和不错的身体素质 让他成为了当时 第一批在地方院校 选拔上来的飞行员 他的家人 自然也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能被国家选中 将来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为国家效力 这是每个人都为之自豪的事情 自从他进入了部队学习和训练 他先是进入了 第二航空预备学校 学习空军知识 在这期间 孙天勤的接受能力 也非常的强 很快就掌握了 驾驶战机的基础理论和技能 在航校毕业之后 孙天勤 先后被分配到了航空兵第六师 航空兵第四十六师服役 在这里 打磨自己的驾驶技术 成为了一名歼击击飞行员 在飞行技术上 孙天勤 有着很高的天赋 加上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很快 他就掌握了驾驶技术 但是这期间 因为父亲孙培荣的问题 导致孙天勤 也被波及 停飞之后 他被送到了武器干校劳动 不过 鉴于孙天勤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飞行人才 并且本身他也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没多久 他就被调到空军二十二厂工作 并在1975年恢复了飞行 由于过硬的飞行技术 在第二年 他被选入了空军试飞团 成为了一名试飞员 要知道 试飞员的工作 就是要驾驶需要测试的飞机 比如 我军新研发的飞机 需要进行飞行等各种空中测试 因此这一职位 要求飞行员 必须具备十分丰富全面的飞行知识 以及过硬的飞行技术 这足以说明 孙天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同时也表明了 上级对他的信任和重视 这让他很快升任为了 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 由歼6改飞歼7 此时的他成为了二把手 可以说 此时的他前途一片大好 这之后 他被先后派驻顶星机场 执行PR5导弹发射试飞任务 四年之后 他的总飞行时间 已经高达1200多个小时 对于驾驶战斗机 他也愈发的得心应手了 这在外人看来 孙天琴的工作 既是光宗耀祖 又不用发愁自己的前途 这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工作 可是 孙天琴却并不这么想 他心里的真实想法 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同 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时间一长 孙天琴觉得 以自己的实力 早就应该升任了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复制 这让他觉得仕途无望 再加上家庭问题 孙天琴开始越发不满 另一方面是当时退守宝岛的老蒋 为了策反我军人员 就利用广播形式 通过声线甜美的美女主播 和丰厚的待遇 来引诱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员 以达到打击我军意志力的目的 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 听到宝岛的这种广播 他觉得自己的能力 就应该去更好的地方发展 同时 那里灯红酒绿的生活 和对方承诺的条件 都让孙天琴蠢蠢欲动 而对眼下所处的地方就越发不满 那么 他是怎样策划叛逃计划呢 他是否叛逃成功了呢 孙天琴打算叛逃至宝岛的心思 就此产生了 但上级对此还没有任何察觉 1983年5月 孙天琴被围以重任 他被派往大连州水子机场 执行歼7-2A试飞任务 在飞行期间 孙天琴一直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为叛逃做这详细的计划 比如从这里飞到韩国需要多少油量 从韩国飞至宝岛省又需要多少油 这期间需要多长时间 等等这些问题 孙天琴都进行了精确的计算 他一边试飞 一边将这些东西都寄了下来 利用执行任务的空隙 默默为自己的叛逃计划做准备 除了做计划 他还进行了一些实际测试 在8月3日和5日的试飞任务中 他驾驶着飞机飞到1000多米的时候 突然将飞机下向至100米 就是为了测试 是否有人能看出他的飞行异常 更甚至在这天 他本打算救死叛逃 但是由于该飞机只是进行试飞 所以油量并没有多少 也因此孙天琴没能继续进行行动 而是不动声色地 按照任务计划降落 继续等待下一次机会 而当时的战友们 看到这情况也吓了一跳 不过也只是觉得孙天琴出现了失误 而且测试飞机出现这种意外情况 也并不会让人起疑 所以也就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其实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出 像孙天琴这样的飞行员 尽管掌握了高超的技术 但是贪图富贵不说 还忘本 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人才的标准 首先是要会做人 这样的人实在是算不得人才 两天之后的8月7日 孙天琴再次被派去执行任务 他内心狂喜 明白自己的机会来了 表面上他一如往常一样 驾驶飞机同辽机一起起飞 在这里解释一下辽机 它是一个军事术语 是编制飞行中 跟随掌机执行任务的飞机 目的就是为了观察空中的情况 并执行掌机的命令 而掌机就是负责执行任务的飞机 在这里也就是指孙天琴所驾驶的飞机 当天下午1点50分 一架45号歼7-2A战斗机 在大连州水泽机场起飞 接着塔台的同志告诉他 可以进入拐点之后 孙天琴确认了油量 可以支撑他飞到韩国 就立即采取了行动 为了切断辽机和塔台的沟通 由于两飞机是使用 通信道和地面联络的 所以为了防止辽机驾驶员 发现自己的意图 他关闭了答应机 然后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 发火按钮 让辽机和地面塔台彻底失联 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之后 他立即调转机头 直接将原来的8000米高度 速降至1500米 并装模作样地对着对讲机喊道 坐舱冒烟 坐舱冒烟 就是为了制造这种假象 果然战友们都以为 孙天琴驾驶的飞机发生了故障 但这还没有完 孙天琴又将飞机降至500米高度 又对着对讲机大喊 不行了 我要跳机了 说完便关闭了对讲机 表演完这场戏 他就驾驶着飞机进行超低空飞行 贴着海面朝着韩国方向飞去 15分钟之后 为了节省油量 他又重新爬升至6000米高度继续飞行 下午2点13分 韩国这边发现了天空中 正在高速飞过来的殲-72A战斗机 不明情况的韩国 以为是其他国家的飞机要来进行空袭 随即发动了空袭警报 不过很快大家发现 孙天琴驾驶的这架战斗机 并不是袭击的 而是来投诚的 于是20分钟之后 它降落在了汉城K16空军基地 就这样孙天成成功逃到了韩国 更可气的是 作为当时我军最先进的战斗机 歼-72A却拱手送给了韩国 给中国空军造成了极大损失 毕竟该战斗机当时还在试飞当中 就被外国了解得清清楚楚 可以说 我国科学家多年的研发成果 一下子都付诸东流了 尽管后来 韩国将飞机交还给了我国 但是新型战机已经没有了优势 而身处这么重要的职位 却做出这种事情 孙天秦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至于孙天秦本人 韩国还只是他的中转站 他的最终目标是保岛 那么接下来 他又是如何去往保岛的 他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内地的飞行员 只要驾机投诚到保岛 就会有黄金奖励 而且还能分配一个美女当老婆 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保岛当局 对我方军营进行策反引诱所承诺的条件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那些意志薄弱的军人 以达到获取我军情报的目的 企图瓦解我军的意志 那么 叛逃至保岛的飞行员孙天秦 真的如愿了吗 他的最终结局又是如何呢 保岛在得知了这一事之后 十分的高兴 但为了防止1966年 吴文献事件再次重演 保岛空军决定 全体停止休假 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 17天之后的8月24日 上午11点25分 保岛桃源空军基地 派出八架F5一型战斗机 在空中待命 以及八架同型号的战斗机 在跑道上进入战备 与此同时 接运孙天秦的华航专机 从韩国汉城也起飞了 当飞机飞过琉球的时候 战斗机群已经分为不同梯次 高度 角度 靠近专机 接着扮护着该飞机飞行 同时时刻关注着周围空域的情况 这种阵仗足以说明 保岛军队对此事的重视 当专机到达保岛上空时 清泉岗空军基地的 四架F104G型战斗机 立即接替了护航的任务 12点42分 专机顺利降落在了该空军基地 当时的总参谋长郝博村 合作战部主任徐力农 都亲自来到基地迎接孙天秦 这让他感到风头无限 内心激动不已 接着 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 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 在当天下午的记者会上 孙天秦被奖励7000两黄金的高额奖金 这让孙天秦更加兴奋 他惊讶于广播上竟然说的都是真的 而按照当时的国际黄金价格 折算成人民币 大约是3750万人民币 可以说是相当高了 除此之外 他还加入了保岛空军 被授予上校军衔 另外还受到了歌星邓丽君的慰问 且拍照合领 孙天秦感觉自己的人生 此时已经达到了巅峰 可他却忘了 他在我军的职位和职务 基本驾驶过我军的任意一款战斗机 所以他对我军的航空工业 也了解得十分透彻 对我军战机的每一个型号的特点 也较为了解 而这样的一个人 在保岛军方眼里 简直就是珍宝 如果不是这样 他也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拿着国家培养他的本领 却背叛国家 享受不甘不敬的荣华富贵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黄金 其实都是当年老蒋退出宝岛时 掳走的我国钱财 所以说 孙天秦这样的叛徒 简直就是目光短浅 愚蠢至极 另外 他也全然忘了 自己年迈的母亲 妻子 以及两个孩子 他得到了心心念念的黄金和地位 可他却失去了最珍贵的亲情和故乡 而他在宝岛的日子 也并不像他想的快活潇洒 包括孙天秦在内等人 被当成了宣传对象 狗屁 他们让孙天秦频繁出现在媒体里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 投靠过去的人 活得有多么光鲜亮丽 事实上 他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自由 因为 他们送给了孙天秦金钱 以及美女 但是 这个美女 可不是简单的人物 她是宝岛的特务 目的 就是为了监视孙天秦的一举一动 在部队里 他也抬不起头 因为叛徒的身份 他常常被人看不起 在背后被戳几量骨 虽然在部队里有军衔 有任职 但是福利待遇 却远远不如他们自己人 表面上 孙天秦过得很是疯狂 其实背地里窝囊极了 1984年 孙天秦结识了 同样从内地叛逃过来的音乐家 李天慧 两人仅仅见了几次面 便结婚了 很显然 此时 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儿 由于在部队受人排挤 也看不到前途 最终 孙天秦决定退役 后来去了加拿大 一开始还觉得日子自由快活 可时间长了 到了晚年的他 骨子里的那种回祖国的念想 也会时常冒出来 但是他知道 自己现在的处境 和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 后来他回到了宝岛定居 直到2017年 孙天秦因肺炎和败血症并发 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尴尬的是 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家属 想要把他安藏在宝岛的军人公墓里 但是 却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 工作人员表示 孙天秦的身份 不能葬入军人公墓 明明是在宝岛当兵 为了投奔过去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背着叛徒罪名也要飞过来 孙天秦 或许怎面没料到 最终落得这种凄凉下场吧 说到底 叛徒到哪里 都不会被信任 一个背叛国家 人民 甚至是生养他的母亲 以及自己的妻儿 都能抛弃的人 又有什么信任可谈呢 我会想要看你 我会想要看你 我会想要看你